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我是李沐阳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 大纪元独家消息 南太平洋岛国萨姆尔曾两次发函 抱怨中共的一带一路工程 昨天印度成功试射了高超音速测试机 使印度成为美中俄之后第四个成功发展高超音速技术的国家 白俄罗斯抗议总统选举结果不公的活动 已经持续了将近一个月 前天 明斯克当地街头再次出现了数万民众集会抗议 要求卢卡申克下台 而在抗议中 反对派领袖玛利亚 科列斯尼科娃被抓上巴士 之后就下落不明 昨天下午 陕西洛南县一个疑似火箭状的物体从天而降 造成周围的居民窗户被震碎 唯一时段 中共长征四号火箭升空 不知二者是否有关联 四川成都具有三百年历史的桂花像 像内的桂花树全部被当局砍光 下面进入今天的话题 中国人很讲究金九银石 认为九月是一年当中收获的一个黄金时间 不过在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一 北京收获的却是川普的敲打 这是美国在连续使出几个大招 收到了一定成效之后 用小锤在北京的脑门上轻轻地敲了几下 昨天是美国的劳工节 川普在白宫发表了演说 他说我们目前见证了历史上 从经济危机中最快的劳动力市场复苏 川普认为在他的领导下 明年将是美国经济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年 他说已经有人开始认为 美国的经济复苏将呈现一个V型 而且可能是一个超级V 他表示只要看看美国的股市 就知道在某些情况下已经创造了记录 川普同时还提到了美中经济脱钩的想法 他表示脱钩是个有意思的字眼 如果美中两国真的不做生意了 美国也不会吃亏 他说美国目前损失几十亿美元 如果美国不与中国做生意 美国就不会损失这数十亿美元 其实我们知道这并不是川普第一次提到脱钩这个问题 8月下旬他就曾经对福克斯表示 说我们不必与中国做生意 他表示如果中共不正确对待美国 我肯定会那么做 肯定那么做就是指的美中经济脱钩 5月14号他还说过 针对中国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 我们可以切断与中共的所有联系 连续三次都提到脱钩 这就说明川普不是信口开河 而是经过了深思熟虑 那显然北京也看到了美中脱钩这个趋势 所以中共是试图在极力阻止 前不久中共外长王毅曾表示 说脱钩论调既不可行也不合理 中国官媒《人民日报》也发文说 脱钩是误判大势的逆动 因为脱钩对出口创汇性的中国经济没有任何好处 所以中共当然不想脱钩 可是脱钩不脱钩并不是以中共的意志为转意 美国已经看清了中共 所以不可能继续与狼共舞 中国人常说一句话叫道不同不相与谋 虽然川普这次重申脱钩并没有把话完全说透 但是我们也可以从中感受到脱钩已经成了美国的选项 实际上美中脱钩已经是在进行中了 而美国采取的措施现在已经出现生效 昨天韩国科技巨头三星集团宣布 今年11月底在中国的最后一家电视机工厂停产 这是三星撤离中国市场的一个最新动作 韩联社报道说 位于天津的这家工厂有300名职工 三星表示按计划部分工人和设备还会保留下来 在他们早前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关闭这家工厂的决定是为了提高效率 而尽情持续努力的一部分 三星说为了提高效率关闭这家电视机厂 听起来这个理由有些牵强 因为提高效率的办法有很多 不一定非得用关闭工厂来解决 而且三星发言人介绍说 天津电视机厂是三星在中国唯一电视机生产基地 三星关闭在中国唯一一家电视机厂 这显然不仅仅是因为要提高效率 美国之音表示 这两年美中贸易战 中共病毒大流行导致美中关系急剧恶化 迫使很多跨国企业重新调整全球布局 转移全球生产链和供应链 去中国化的速度越来越快 9月4日 美国 台湾 欧盟和日本等多个国家 在台湾举行了一个专题论坛 讨论重塑国际供应链 讨论认为应该把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连接起来 组成一个新的全球供应链 改变对中国的依赖 所以问题很清楚了 这个世界就是要把具有相同价值观的国家 连在一起摆脱对中共的依赖 最终实现脱钩 也就是说价值观正在重新塑造着国际供应链 同样是昨天 中国大陆最大的芯片企业 中芯国际的股价遭到了重挫 跌幅达到了原来股价的五分之一 百分之二十 市值蒸发了二百八十亿港元 造成中芯股价重挫的原因 是路透社传出这么个消息 说美国国防部可能会禁止美国的企业 向中芯国际提供商品和服务 《华尔街日报》引出消息指出 中芯国际与中共的军方关系很密切 中芯可能支持了中共军方建设 美国国防承包商公布的研究报告表示 中芯与中共大型国防企业集团合作 由北京的中共院校研究人员 按照中芯的产品要求来发展相应的技术 而且中芯国际是美国全力封堵的 华为的供应商 中芯国际没有正面解释 仅仅是表示涉及军事供应的报道不实 目前华盛顿正在对中芯国际进行评估 如果华盛顿认为中芯国际 与中共的军方有联系 根据美国对中共的打击态势 很可能也要对中芯国际进行制裁 那制裁的方法可能就像制裁华为和中芯一样 禁止美国的企业向它提供任何的产品和技术 如果美国对中芯国际出手 那么这个中芯会不会变成第二个华为 或者是第二个中芯呢 在今天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 中共外长王毅表示 全球数字治理应遵循秉持多边主义 兼顾安全发展 坚守公平正义原则 说为应对新问题的挑战 中方要发起一个安全数据安全倡议 王毅在倡议中说 维护全球供应链的开放安全稳定 反对利用信息技术 破坏他国关键基础设施或窃取重要数据 防止利用信息技术侵害个人信息 反对滥用信息技术 从事对他国的大规模监控等等 我们知道中共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缺啥喊啥 它只要高喊的那就一定有问题 其实大家仔细看看 像什么盗窃重要数据呀 侵害个人信息呀 还有大规模监控等等 这些都是中共一直在干的 它通过华为中心的那些大人的棍子 实施着对国内百姓的监控 同时在国际上收集不同国家的情报 中共的网络黑客 让各个国家都吃了很多苦头 所以美国才要堵住网络的漏洞 还给世界一个清洁干净的网络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8月份 就曾经公布一个干净网络的计划 要所有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 从网络运营商 商店 软件 云存储和光缆等五个方面 与中共进行切割 我们知道目前有几十个国家 都在响应美国的呼吁 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国家响应 那如果加入干净网络计划的国家 会越来越多的话 就相当于是把中共给踢出了权子 一旦中共未派出在干净网络之外 它也就不能再实施网络盗窃了 所以中共很害怕 只能搅浑水 欺骗一些国家 然后浑水摸鱼 美国的干净网络计划 是在虚拟世界当中堵漏 而在现实世界当中 美国也在抓紧抓小偷 从今年五月开始 美国已经对与中共军方 有联系的在美研究人员进行了盘查 目前有多人被捕 其中包括三名中共军方研究人员 美国司法部新闻稿表示 中共国防科大学生关磊 涉嫌破坏证据 妨碍联邦调查局调查被抓 关磊现在已经承认了 自己曾经在国防科大参加过军事训练 并且还穿过军装 但是在申请签证的时候 并没有说实话 他在国防科大的教授 也是具有中共军队的中将军衔 曾经参与刊发中共军队的计算机系统 另一名被抓的湖海州 也是在准备飞往中国时被抓 他试图带着从美国大学偷来的 可以用在水下机器人和飞机发动机的 先进计算机原代码 逃回中国 湖海州告诉调查人员 他曾经在中国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流体力学中共重点实验室工作 这个实验室他说得到了中共政府 特别是中共空军的资助 还有在6月被抓的汪欣 也是中共军方的研究人员 在机场被拦下之前 他故意删除了手机微信里面全部的信息 王欣承认自己是中共军队的9级技术员 在美国期间他得到了中共留学基金委员会 和中共军队的共同资助 其实在美国的间谍远远不止这三个人 按照FBI局长的说法 每10个小时就启动一项调查 都和中共有关 那中共间谍为什么这么多呢 欢迎大家到会员区去了解更多内容 我们前面提到的关磊 他在被抓起是在加州大学研究人工智能 他的未婚妻杨志慧 也是就读在加州大学 读的是计算机专业 在7月17号 关磊被FBI约谈之后 他去了洛杉矶准备飞回中国 当时他拒绝联邦人员检查他的电脑 并且也否认了与中共使领馆有任何联系 在他登机被拒绝之后 有人看到了他损毁了硬盘驱动器 塞进了袜子 假装成杂物扔在了住所附近的垃圾箱里 关磊做这件事的时候 杨志慧就在他身边 其诉书显示 关磊在6、7月间 与中共驻洛杉矶市馆和华盛顿大使馆 有着多封往来的电子邮件 其中一封邮件内容显示 管磊对国防大学被列入美国黑名单感到担心 要求使领馆帮助他返回中国 FBI调查发现 中共驻美领事馆网站 公开提醒留学生 注意电子设备在机场被检查 甚至还有中共外交官亲自赶赴各地 警告部分留学生警惕FBI的筛查 并且还敦促中共军方人员 删除干净电子设备和社交媒体上的聊天记录 中共的教唆使关磊和杨志慧首先遭了羊 关磊损坏的硬牌 FBI已经找到了 但是硬牌已经被破坏了 数据被清除了 在美国 破坏证据是一项非常重的罪 最高刑期可以达到20年 而杨志慧之前已经同意做官磊案的污点证人 但是他却在8月31日试图偷偷飞回国 结果他也在机场被抓了 他也不想一想 美国会对污点证人放松警惕性吗 但是在中共的教唆之下 他没有珍惜美国给的机会 反而要逃跑 事实再一次证明 听信中共的话没有好结果 今天凌晨1点左右 中共的西部战区发言人发表了一个谈话 说印度军方非法越线挑衅 谈话中表示说 昨天印度士兵的非法越线 进入到边界线西段 班公湖南岸神炮山地域 并且对上前交涉的中方士兵 明枪威胁 而中共说自己是被迫采取了应对措施 稳控局势 声明中没有说明 中共的军队采取的是什么样的应对措施 最后我们看到印度军方 在今天也发出了一个声明 说中共军方的声明 是企图误导国内和国际舆论 印度方面表示 印度军人根本没有越过实际控制线 也没有做出开枪等攻击性的行为 印度军方在声明中说 在9月7号的事件当中 中共士兵企图接近部署在实际控制线附近的印度军人 并受到劝阻 于是朝天开枪 企图恐吓印度士兵 现在中印双方 目前是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都指控是对方开枪 不过我们从双方的声明来看 可以证实一点 就是在中印边境地区 枪声已经响了 这是中印45年来第一次开火 意味着双方已经进入到了战争状态了 9月4号我们知道 两国国防部长在莫斯科参加会议期间 专门就边境紧张局势进行了会晤 都表示要采取措施缓解紧张局势 但是现在来看 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和印度国防部长辛格的会晤 并没有起到什么实际的作用 边境线上的紧张情势不仅丝毫没有缓解 反而现在有了加剧的情势 那按照现在的紧张状况 如果双方不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 你很难预料后面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 因为今年6月 我们知道中印双方的军队就在同一个地区 曾经发生过肉搏小型的战斗 其中造成20名印度士兵死亡 只不过中方是一直没有公布 中共士兵的死亡人数 6月份的冲突 其实没有得到妥善处理 那按照正常人的心理来说 双方可能都认为自己这方面吃了亏 所以士兵的心里可能都在憋着劲 试图找机会报复对方 为自己的战友报仇 那如果存在这样的心理 大家想一想 就不能排除后面可能还会发生更严重的事件 甚至也不能排除引发军事冲突的可能 中共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就在微博中表示 双方直接交火的可能性严重存在 虽然胡锡进是属于战狼派 但是也不能不防 中共在遭到国际围堵的情况下 现在是困兽犹斗 不管对谁 他都有可能滋压 表现出他的末日疯狂 说中共末日疯狂 还不只是和印度剑拔弩张开枪示警 他和整个世界都是敌对状态 今天澳大利亚两名驻华记者 安全回到了悉尼 他们逃离的过程可以说是相当紧张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使用了 惊心动魄作为标题 报道了这两名记者的逃离经历 就在上一周 澳洲广播公司驻北京记者比尔·伯托斯 和澳大利亚金融评论驻上海记者迈克·史密斯 被中共国安人员问话 随即澳洲驻华使领馆人员 就向他们建议要他们迅速离开中国 不过他们得到的消息是 中共当局的通知不许出境 不得出境 两个人马上就分别进入到了 澳大利亚驻北京大使馆和驻上海总领事馆 寻求庇护 据澳洲广播公司报道说 在澳大利亚外交部与中共当局的周选之下 两名记者在澳洲外交官的陪同下 接受了中共国安人员的问话 之后被允许离境了 在安全回到悉尼之后 伯托斯发推文说 回到家真好 但是且失望 我要在如此仓促的情况下 离开中国 澳大利亚外交部在今天也发声明表示 澳洲政府向伯托斯和史密斯提供了领事服务 协助他们返回了澳大利亚 随着这两名记者的紧急撤离 应该说 澳大利亚在中国已经没有了官方核准的新闻记者 这是中澳建交以来的第一次 也标志着双方的关系 紧张又进一步加剧了 美国之音了解到 紧急撤离的伯托斯和史密斯 是因为澳洲华人 中共环球电视网主播成蕾的案件 被中共官部门问话的 不过这个消息还没有得到证实 程磊是在上个月被中共当局拘留的 今天中共外交部表示 说程磊被抓的原因 是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 澳大利亚也许真的不知道原因 但外界都能想得到 早前因为中共对澳大利亚政界的渗透 和中共的黑客入侵 双方已经有了一些争执 不过加剧双方争执的 是今年的中共病毒疫情 疫情传遍世界之后 我们看到莫里森政府坚持推动 国际独立调查中共病毒的源头 要求中共政府配合 澳洲的做法应该说正戳在中共的心窝子上 激怒了中共 所以中共要对澳大利亚进行报复 因为中共从来不承认它掩盖什么疫情真相 还狡辩说病毒源头不在中国等等 而莫里森政府要求独立调查病毒源头 等于是私流氓伟光正的假面具 流氓当然不愿意让人看到真实的一面 所以是恼羞成怒 但是中共掩盖疫情的真相 已经被多方早就给揭露出来了 不过流氓当然不会承认 如果他承认了他也就不是流氓了 所以他不仅不承认 还得给自己的脸上 在围上也得个方巾 继续把自己给装扮成狼外婆的形象 今天中共在北京举行了这么个大会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 习近平还为钟南山、张伯离等人 颁发勋章奖章 根据中共全国人大会议决定 钟南山是被授予共和国勋章 这是中共对这位御用专家的一个最高奖赏 另外张伯离、张定宇和陈伟等这三个人 被中共授予了人民英雄的称号 对于钟南山大家应该并不陌生 他曾经在2月份 在广州医科大学新闻会上抛出 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 不一定发源在中国的这么个言论 明显是顺着中共的意志在说话 而且他还趁着中共病毒大流行 向中国穷国的百姓推荐莲花清温胶囊 事实证明这种所谓的药物 对中共病毒看不出什么疗效 但是他却明知无效还向人们推荐 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药厂的背后有他自己的利益所在 可以说他是趁机大发国难财 这些事实我们在以前的节目中都有讲过 大家可以去看看我们前面的节目 张伯李呢 大家应该也不陌生 这位张院士曾经在5月份 在讲述抗议的相关内容的时候 批评说一些知识分子 卖国恨国魅外的扭曲价值观 这段视频网络上也有 大家可以也去搜一下看一看 张伯李声称 他自己亲眼所见 并非方方之流 躲在屋里的道听途说而杜撰的内容 也就是说张伯李指称 方方日记里面所记载的那些内容 并不是事实 方方日记记录的是不是事实 大家可能已经早就有了判断 所以方方在5月13号的微博中表示 我记录在此等着张先生道歉 关于张定宇 这是湖北省卫健委的副主任 党组成员 网上关于他的消息并不多 所以我们不好做评论 我们最后来说说这个陈薇 前几天我们在节目中还在说 陈薇在最新的一个视频当中说 第一批疫苗生产下限的时间是 2月26号他生殖的那一天 这个事件似乎泄露了中共病毒的真相 因为根据目前已知的信息 他是在1月26号去武汉 接管P4病毒研究所 而在一个月后 第一批疫苗就生产下限 这个事件让人不可思议 因为研制疫苗 通常他最少也得有几个月的时间 而他说在一个月之内就有疫苗生产下限 按照正常的情况来说这几乎就是不可能 但是陈薇作为中共的少将 如果他说的是事实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他在病毒爆发之前 就已经开始研制疫苗了 就是说中共表彰的这几个人 除了张定宇我们没法评论之外 其余那三个人都是完全配合中共 掩盖疫情真相 对外撒谎欺骗的人 中共的表彰这些人 也就更加证明了中共的无耻 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绍对BBC表示 中共庆功大会实质上 是为习近平做一次歌功颂德的宣传 他指出 中共官方的很多宣传 强调习近平的政治领导力 为中共二十大做准备 不断巩固习近平的领导形象 而中共病毒目前在全世界蔓延 中国疫情却基本稳定 当局正是抓准了这个时机 可是跟中共做法相对的是 有很多网友涌入到李文亮的微博下面 去留言悼念 愿意给他颁发奖章 表彰大会说 本应有你 目前李文亮最后一条微博的评论数 已经超过了100万条 李文亮的微博评论 也进入到体现中国主要社交媒体微博 实时热点的热搜榜 有网友留言中这么说 李医生 似乎一切尘埃落定了 新冠肺炎已经离我们很远了 该表彰的表彰 该怀念的怀念 可是好像没有你存在一样 真的很抱歉 没有你的一个荣誉 我仅代表自己 向吹哨人致敬 还有一位朋友说 嗨 李医生 你看 我们都还记得你呢 表彰大会没有你 人民心里你永远在 我们从网友的这些反应里 就可以看出 人们根本不甩中共所谓的表彰 其实中共开表彰会 它就是要把丧事当成喜事来办 它似乎是想通过这个告诉外界 已经抗疫胜利了 但事实上 中共病毒在中国大陆并没有消失 有最新的研究发现 中共病毒在呼吸道被清除之后 可能继续在消化道中感染和复制 这项研究发现 也就意味着 有的患者在康复之后 粪便中携带的病毒 仍然具有传染性 彭博社今天引述 香港中文大学研究人员表示 中共病毒患者 即使没有表现出肠胃不适的症状 也有可能长时间遭到肠道病毒的感染 香港中大表示 他们的这项发现 已经发表在了英国的医学期刊 消化道上 他们表示 这对病例的识别和治疗 具有重要意义 大家还记得 在中共病毒爆发初期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 中共病毒是通过呼吸道 飞沫传播 不过也有科学家较早就指出了 患者的粪便中的这个病毒也可能具有传染性 早在今年2月 广东省对73例患者就进行了一项研究 发现一半以上的人 粪便中检测出的病毒呈现阳性 香港科学家研究了15名患者的粪便 结果发现7名患者出现了肠道感染 不过其中一些患者并没有出现恶心腹泻 或者是其他消化系统的症状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 有的患者经过治疗检测呈现阴性 6天之后 有3个人仍然表现出活跃的 肠道病毒感染的症状 香港中文大学肠道卫生物群 研究中心副主任陈吉祥表示 这个研究结果凸显出 长期监测的重要性 以及潜在的粪便病毒传播的威胁 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了 中共病毒真的非常顽固 传染性极强 大家要格外小心 除了做好各种防护措施之外 也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更重要的是 远离这个世界上最大最毒的病毒 中共 远离中共就可以远离灾祸 我们祝大家都平安 最后再说两个小事 说是小事也不小 一个是提醒我们的会员朋友 请您抓紧时间转到我们的优乐客 我们在9月之后 YouTube会员区就将停止更新了 希望您不要错过时间 另外一个是向我们的观众朋友 要表示感谢 就在刚才我的同事告诉我 收到了一位加州刘先生的电话 要给我们开一张支票 其实像刘先生这样的观众有很多 他们通过电话 邮件等等各种方式向我们表达支持 这些心意 沐阳全都收到了 在这里 沐阳代表新闻看点团队的 每一位工作人员 向所有的观众朋友 表示最真心的感谢 不论您采取什么样的方式 哪怕是支持我们的一句话 都让我们非常的欣慰 这证明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 也让我们信心十足 在集体中共的这条路上 我们会不改初衷 陪伴着大家一直走下去 那好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新闻看点 请别忘记点赞订阅 并且分享给您周围的亲人和朋友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